看见标题了没有 健美运动员当杀手 这个案子很有意思 你别以为就是说那帮玩健美的 说他们那肌肉块 说都是那个花架子 其实你肌肉大了之后 那力气很大的劲儿特别大 不要小瞧他们 可能说他跟那些散打运动员 跟他们比起来差一点 打不过他们 跟摔腰子可能差一点 但是他们要打一般人的话 那老厉害了 那肌肉不是白练的 今天咱们讲这案子的主角 他的名字叫尹肃林 大约是1970年出生 拿不准 因为没有那个详细的数据 反正上下不会差两年 1970年左右 他们老家是江苏省连水县南极镇的 这小子从小他就喜欢玩江湖路线 就这种性质 就喜欢打打杀杀 拿个棒子在那块耍在那块练 不爱学习 15岁的时候他就辍学了 然后呢自学了武术 再加上锻炼肌肉 武术练的是一般的 但他这个肌肉块就是一场的漂亮 可以说他就是练健美的奇才 身材各方面就特别适合练健美 但他不知道 反正他就自己瞎练 然后呢那小肌肉块 挡挡的 贼像样 这方面远超他这个武术的这个能力 然后1990年结婚 1991年6月份他因为盗窃罪被判刑9年 刚入狱他女儿刮下就出生了 很快他老婆就跟他离婚把这女儿一扔跑了 今天我在群里还跟大家说 我说你看看现在这离婚的不要孩子 谁要孩子 我跟你说你下半生就遭老罪了 这女的就是小孩刚出生没多长时间 直接扔给上他家那个公共婆婆 然后你就跑 你爱死不死 没了 1996年年底小尹呢 他获得假释出狱提前出狱的 然后他回家一看 那咋整 这女儿继续交给他父母去带着药 然后自己一个人杀到了广州寻求发展 他这人是吧 你只要一看 那就是体格非常的悲患 恐无有力 所以呢 迅速就在地下赌场当上了一个打手 1998年他就来到了扬州 给一家购物厅看唱 同时呢 他也兼职给别人讨债 就干这活 不过像他这样的不丑女人啊咱们出来 这男的只要你身上有一项这个优点 你找女朋友一点都不丑 是不是体格那么好 然后关咋地了 虽然没有正经工作 看唱的猛啊 爷们儿 然后给人讨债 在道上还是比较好使的 所以说你看人家离过婚 很快他又跟一个姓吴的一个女孩 两个人结了婚 然后至于他不有一个女儿吗 那个事儿 咱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女人是正规跟他结婚的 性感情愿的 本来吧 这个小之子过得还可以 但是两千年八月份的一天就升级了 他老婆小吴 有一个姑父 大姑父 名字叫蓝秀斌 当年是53岁 他是扬州交通局西湖交管所的苏站 这是有名有姓的 职位都有的 同时呢 他还经营加油站和运输公司 也就是说他是当地的富豪之一 很有钱的 老头子过来找他 姑父吗 来找他了 是有一件大事儿的 他又请这个侄女婿 帮忙杀一个人 杀的这个人叫严凯 当年35岁 他是有一个歌舞厅 这个老蓝呢 去那个歌舞厅消费的时候 就跟严凯他老婆勾搭上了 那女的他是负责 整个舞厅的管理的 相当于老老的概念 哎 老蓝就跟他 正道一起去 然后吧 前段时间有一天 老蓝和这女的在包尖里面 就打不克的 垢子尖压制包子圈 对不对 正好被颜凯抓一个正爪窝 当场给他一顿碰揍 那也揍了 所以说 这个蓝秀斌就和周群 他们两个人 那个决定 那女的叫周群啊 我忘说这事了 叫周群 他俩就研究之后决定 说把这个 颜凯就凯了 给他干掉 等死 那么呢 他就给这个尹苏林 给他提出的价格是8万块钱 干掉他 我给你8万 另外做成之后 我再给你买一辆大货车 跑运输 所以说这肯定同意啊 这个价格很高啊 9月2号这天 尹苏林他辞别了老 他跟老婆说 我要去广东做生意去 其实呢 他根本就没走 他直接找到了 这个大姑父 然后到颜凯他家 那个别墅踩点 这帮人都是有钱人 颜凯也是有钱的 这个别墅 当时快踩点去 熟悉一下情况 当天晚上两个人回到了舞厅的包间 姑父先给了那个他 一万块钱 这一万块钱 你先拿去花去 也就是预付款 事成之后那7万 我再给你 不要急 咱俩家都是亲戚 是不是啊 同样的这一万块钱给你 就是等于这件事已经敲定了 肯定要干了 第二天呢 尹苏林他就去连城公司 先把自己的手机号修复 然后他在用之前 他弄了一张假身份证 办了一张新考 往那手机里一查 接着呢 他就喊过来他的一个死导 这小子叫周冰 跟他一说 死导啊 这小子同意说行 那到时候 什么 八万块钱 砸了一丝吧 回头整个运输公司 砸了几块 可了 反正现在也没啥事 冒罢兴 同意了 然后两个人就详细的设计方案 总共设计了四套方案 九月十三号晚上十一夜 一切准备就绪 这野苏林和周冰 他们俩带着刀 还有锤子 就来到这个别墅的附近 在那树里面就隐藏 然后另一边在歌舞厅里面呢 那个大股夫 他是负责遥控指挥 十一点钟的时候 他就给这谁 给这个外甥 那个侄女家 给大林的发了一个短信 就说凯子十二点到家 这信息怎么来的 是他那个情人 就是凯子他老婆给传递 他俩就在那个包间里 就等着 消息出来之后啪一发 动手 结果呢 没等到十二点 凯哥 提前回来 然后吧 大理人他俩就发现不得劲 下边说 这个旁边有几个老百姓 就在那会下溜的碗 叭唧叭唧 在那会转 你没法杀 就换下一天 连续三天都是如此 全都是提前回来 旁边有人没法干 咱怎么继续走 他俩就咬定 我天天等 我就不信 你每天晚上回来 旁边都有人 赶上哪天没人 我们就哪天干掉你 就天天等 结果很快 9月16号晚上11点吧 小尹子 他又接到了姑父的信息 依然是凯子十二点到家 那就内心的等吧 到了十二点呢 果然凯哥那个别克车刷一下子就出现了 这次呢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所以说必须得告诉他 这个阎凯啊 他在别墅附近停车 停车之后 他老婆周群先从车里下来 其实他当然知道了 他太知道了 怎么是下车之后 他在那会儿 微微一笑 让我再看一眼你的背影 以后我就再也见不着活着的你了 然后这阎凯开着车就往了一个啥 车库去 进到车库里挺好车下来 出来把那个卷帘门子往下这么一捞 这时候小尹子和周冰他俩出现了 他俩在那会儿在背后 就说哎你怎么回事 嗯 阎凯又回头问 你谁呀 你开车把我摩托车撞了 你不知道吗 这他们原话 就是你把我摩托车撞了 话音刚落呀 这阎凯撒了他就跑 他就感觉不对 可是他没想到这个隐速里面速度特别快 他一跑追上几下给抓住 然后就伸出左手 一抓的直接就勒过来 那胳膊劲老大了 哗就勒住 勒住之后他从这里抽出一个小锤子 就这么往脑子敲 这么敲也不是说力度很大 但扑扑这么敲 这时候那个周冰从前面抽出 你把匕首对着他身上 就这么一顿筒 一口融解决了 装死了 杀了那么多 杀了十天往那块一扔个 俩人之间就跑 也不用处理 跑出去之后 他们俩是分头跑路的 周冰是回了 回了他家 然后隐私林呢 他直接回了冰管 洗洗身上洗个澡抽根烟 这时候也都半夜一两点钟了 睡觉 喊睡觉 第二天中午睡醒之后 醒醒他把这手机就拿出来 没电话啊 看看就给他大姑父打电话 关机 这啥事呢 等一会儿再打还是关机 等了 等了半天打好一遍都是关机 王后腿就迷糊了 不就劲了 我说姑父跑路了 没理由啊 他也不唱那几万块钱 对不对啊 这时候咱们都 不可能跑路 想了半天他觉得 是不是这姑父被抓了 然后警察 现在正在抓我的路上呢 可是他就觉得是 这有点不科学 你这破案哪能这么快啊 我是半夜12点多杀的人 然后一上午就把案子破了 我们设计正常的不可能 但是他就觉得不得劲 他说哇噻啊 我不能在这待 我赶紧去那啥 我去那店 我看一下情况去 实际上 就在他刚离开宾馆后不久 警察直接到了 一进屋铺了个空 哎 破案就这么快 不到一上午就给破了 你就咋破了 早上的时候 就接到报案了 然后警察就过来了 是吧 五六点钟 警察就过来了 在这一瞅就在那个车库里 就检查 发现吧 汽车的后备后备箱里面有20万的现金呢 然后这小子甚至还有一万 结果呢 分纷不少 那啥情况 不是劫财 基本上就是抽烧 然后再查他老婆当天周群 你不跟他一起坐车吗 所以说把他老婆也 拽过来调查 同时呢 还了解别人 说周群 说那谁 那个孩子 他有什么那个仇人 你别人就说 说仇人 仇人叫他老婆 他老婆那啥晚上 跟那个 那个交通局那局长 他来跑步鞋 然后前段时间干过让 那就这个最大的筹 警察也知道了 然后 其实那就是公开的秘密都知道 回头把这东西一摆 一下子 那女的挖下招了 那女的你猜咋想 他觉得不行 就试试试 害怕 他被警察给炸出来了 炸出的心子 反正我也没杀人 对不对 都你们干的 拉倒吧 我跟你们全招出的 就这么快 给破了 然后 去了就把那个 篮球兵 那局长 就把他给逮起来了 所以说 一顿审问之后 还有谁 然后再查 火速的去抓这个野素林 但结果就差那一步 让他就跑了 这条他跑之后 他不知道 他带一个大弄镜 然后 还带一个什么什么帽子 之类的 乔装打完之后 他来到了他们之前 约定的一个别墅 这个别墅 是这个姑父 和情人 就跟周全 他们俩约会的秘密地点 没几个人知道 偷着买这个别墅 到了别墅之后 他是没敢进的 附近有一个饭店 他进去之后 就在那个饭店 然后靠窗户一坐 点俩菜 整点酒 就边喝边的 看着 一个小时之后 他觉得 不对劲 肯定出事了 这手机关机 然后这个别墅 没有出现 按道理来讲 如果他电话丢了 有可能是电话 被人投不下了 对吧 或者是手机坏着之类的 他也应该来这个别墅 不可能去别墅了 大概率来讲 就出事 预告 赶紧结账走人 他直接去了上海 到他的亲妹妹家 一静无意就跟他妹妹说 老妹啊 谈事了 咋的了 我在那广州跟人干仗了 他没地儿去了 上里面藏一藏 他妹妹一听 非常高兴的接待了他 因为 因为打仗是很正常的事 我哥他要是不打仗 那就邪门了 我哥从小就干招 贼猛 得贼干贼 走哪倒到哪 他这是正常的 你要说来这块 我看看你 那你保证有别的问题 所以说他妹妹特高兴 给他接待了 给安倍吃 安倍注意这种 几天之后吧 晚上他逛街回来 他没当事 一进屋吧 跟那个妹妹说话 他妹妹说 说今天这个 居委会的人过来 说查什么计划声誉 进屋了 丑业 你随着一问他 说以前来查过吗 他妹妹说 从来没有啊 查什么计划声誉啊 往家就一个孩子 这是上海 这不是农村 莫名其妙啊 不咋的事 非得要进屋查 叫声誉 进来了说一会儿话就走了 这小一听 不行 我得撤 就是有问题 立刻收拾东西揍人呐 结果他刚走 没一会儿用了 一堆警察过来 扑着个手 他为啥整这么准 我跟你说就是 这个玩江湖的人嘛 在盪着城前玩的人 对这方面都非常敏感的 你看他学习啊 各方面不行 干这玩意儿可能的了 跟你这么说 白哥我到塞亚了 打死不点海鲜 也不是 他有那个海鲜 那个啥自助的 也可以 但是我跟你说 但凡出名的那些海鲜市场啊 你都要小心了 特别是海边 给你整一个什么大排档 整个老婆 说了说吧 整个海鲜的那种 几个东北人在那开的 就别整那个就没用了 是不是啊 咱们接着来 他就是这么一情况 就差一队都特别 都是差一步 警察要是早一点了 或者他晚一步就给他抓了 就让他跑了 然后他直接去了怀银县 在那里找到一个朋友 就在他家暂住 待了六天 他就忍不住给那个周冰 打了一个船呼 打完之后吧 人家就回话了 回话他一听 这人是谁 竟然是周冰他的老婆 他说那谁 我是那个 以色列 那个周冰 在哪呢 他怎么不接电话呢 他老婆说 说大银子啊你啊 我家周冰处去了 他跟我说 要去那个浙江进货去 具体我也不知道咋是 你找他干啥呀 就这么说了一句话 你觉得这话说的这么正常 咱们听着都是很正常的话 可是在大银那块 他觉得就不正常 你进什么货呀 这时候咱俩刚杀完人 你应该找我才对 你这些肯定有问题 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就警察安排的 因为那时候根本你不知道这个 就大银子在那 对吧 你这个跟他传胡子之后呢 先稳定一下 他电话号码在哪 你还得追查 还有时间 就是稳住他 他就觉得有问题 但是咱你知道 这时候 他是不知道警方破案的 他完全就是在猜测 说他那个辜负啥的 出没出事 都是他自己猜 他现在是没有实证的 包括周冰一次也没联系 也没联系他 全是靠猜 他根本不知道谁落往下来 但是吧 就预感不对劲 他觉得周冰外出 进货 不合理 而且 你出去了怎么不带船骨机啊 这更说不通的事 怎么这些巧合都碰到一起了 跑一个女的出来跟我说来 你是不是警察安排呀 所以说他就怀疑 他现在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赶紧撤 果然是这样 他刚一跑 警察就杀过来 又差一点把他抓了 让他给溜了 你说这小子都能溜 但在这时候吧 他跑的时候还是不确认 这案子到底会不会 也许是自己想多了 自己是惊弓之鸟 对不对 然后他觉得不行 我必须确认一下 他就返回了扬州 结果吧 他在一家旅店住的时候 他在那个电视新闻上 他看到了警方压着周冰的一幕 新闻 报到警方压着周冰了 你想想连周冰都抓住了 他辜负啥能跑得了吗 对不对 当时他就觉得 完了我彻底暴露了 不幸亏跑得快 要不然的话 他其实并不知道警察踩着他的尾巴去啊 他不知道 警察是知道他刚跑 但他不知道 他就说哎呀我这几次 指定哪次就跑得及时 要不然我就被抓住了 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立马动身 他直接去了北京 他深深的知道 在大城市更好隐藏了 结果吧 没点两天他遇到就那时候查散住证 后来我两年来北京熟了 那是动不动查呢 到处在街上查散住证 在那些那个那个民宅租房的啥的 都是查散住证的 还有第二十之类的 他害怕 后来他咋的 杀奔东北 为什么去东北呢 他也是经过算议 他觉得但凡我有熟人的地方 警察肯定会追过来 要想安全的话 就要去一个 我谁也不认识的地方 所以直接来到了 辽宁省的安山市 那么前面啊 是他惊心动魄的人生 他压根就没有想到 在安山会开启 他真正的人生之店 先在这个小旅店住去嘛 最后他就上街 这点啥事呢 得认识点人 一个人不认识啊 然后他在那会儿 突然看到了一个健身会所 健身房 名字叫健王 想想他就进去办了一张 那个半年卡 没那么多钱 办的是半年卡 然后在那块玩健身 这时候他健身吧 他跟别的人 是有两个不同亮点 第一个呢 就是他有时间 你说谁成天 有那么多时间 天天在那块健身呢 从早上练到晚了 眼见是咋的 今天在这块夸练 这个肌肉 明天练的啥 大腿的 后面练后背 天天长时间就在那块泡的 反正没事干 第二个是咋的 他健身非常投入 你说别的人投入 我没有他投入 因为咋的 他就要自己玩病 在那会儿运动 这个过程中 能让他忘却恐惧 要不然他心里总心 我一直抽筋底下 胳膊抓住了 枪毙啊 只要在那会儿 运动的时候 他就忘了 练了一天之后 回到小旅店 呼呼睡觉 睡老乡的也忘了 再加上 他的身体 本来就是健身奇才 所以说这哥们 他那肌肉块 那造型突飞猛进 大小块 卡就起来了 哎呀 很快没几天 他就吸引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这女的名字叫林慧 很有可能是画面 在那里就玩半个月 有个女的就看着 这年载女干 他是安山的一个事业单位上班的 你是公园 第二 到这个健身房 研究专门练健力操 哎 就被耶稣林 他那个 呃 超凡的肌肉 所吃米 他觉得这个人真是 要样有样 然后 研断来的时候 那是真用力啊 你看你们那帮人的 那个健身 都在那会儿扯皮一点 一会儿抽烟 一会儿喝水的 研这小小伙子 康哈就存了一样 从早量到晚上 我明天再来 真投入 而且也那脚块 长得真有形 就痴迷了 据描述呢 这个女的 她的风格是什么 就是美丽温柔 善解人意 还青春可人 可人 哎 可人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12个字 也深深的吸引了 林子哥 马上两个人 那就出上对象了 然后没想到好事成双啊 11月中旬 你们想想 他9月16号做的案子 脸跑在啥子 11月中旬 这个健身会所有一个教练 这教练还挺出名呢 他就正式的邀请林子哥 怎么了 我想请你代表咱们安山队 参加辽宁省的健美大赛 就这个 原以为说 那肯定统一啊 那健身房里还有很多那啥 那个基础筷子 基础棒子 这帮人 所以 斗胆说想去呢 就挑衷你了 你肯定得去是吧 结果林子哥咔就鱼了 就教练报应 这事我就考虑报应 我不能答应 教练他整懵了 这还有啥的 他就担心自己的身份 我现在已经被通缉了 我如果隐姓埋名在这边藏了 东西藏了 还能多待一段时间 我抛头龙面的话 不早晚就出事了 是不是啊 啊 人家鬼门哥说了 可人就是可以勾人的意思啊 可人 你说美丽温柔 我知道 对不对啊 善解人计我也知道 那可人是啥意思啊 我实际不太理解这个词 可人呐 他就不想那个抛头龙面 可是随后他这女朋友 临会就立定 说那你必须得去啊 你去了 你争取要护一个奖 你当了奖之后 你给我争面 那以后咱俩在一起结婚的话 这我公务员 然后你是啥 你有奖牌之后了 否则你就是一个存在练 练健身的 那有啥用啊 你没有正规职业 对不对啊 如果你能拿一个奖牌的话 你可以有正规的工作 然后你也是名人 那咱俩不就 日子能过得更好吗 我脸上也有光 林德哥想想想 说 也行 就答应 其实他怎么 他说 安山跟扬州 远隔三千里 真是三千里 我在地图梁呢 就正好三千里 这么远 你说哪能被认出来 我就参加聊天生比赛去了 在那个卡卡一比赛 他就能认出过来 神呐 再说了 我想在这块地方立足 我肯定得有点成绩 否则的话 我做事上空 对不对啊 我干啥工作 要不出去给那个那个干立中 干建筑去 成天健身也不是办法 所以他就打上来 接下来呢 在他女朋友和教练的围观之下 两人趁心盯着他 那家女生都有 都有劲啊 这小子就刻骨训练 十二月十八日大赛开始 尹肃林代表安山队 作为七十五公斤级出场 一举拿下银牌 获得了亚军 他这也没有拿冠军 拿了亚军也是可以的 咱们这么说吧 一般的很多这种类似的赛事 冠军不见得真是实力啊 但是冠军肯定实力都不差 冠军亚军一般来讲不差太多 很有可能就是谁的关系 更到位一点 这都是不好说的事 是不是 拿了假军 那也很可以的 对吧 整个辽宁第二啊 十二月二四号回到安山之后 他没想到他收到了 像贵宾一样的接待呀 就很多名人呢 就包括那个市政府 很多人都过来捧场了 就说安山你想想这小地方 拿辽宁第二 算是很优秀的人才 当天呢就有好几家公司 就邀请他过去工作 一是跟我们做形象代言 是不是 或者有人说咱们一起那个 开个健身房之类的 就是 随后就没几天的时间 他认识了大量的朋友 包括什么企业老板呢 政府官员 还有那个警察 这都是官方公开说的 他认识很多单官的 警察认识了不少朋友 就那大纪录块这种的啊 眼看他的事业就已经发展起来 2001年2月初 这林子哥突然他就预感 我可能要出事了 不知道为啥就是预感 其实这个真存的就是预感 可能他就觉得是最近我闹得太快 我认识了这么多人 警察里面认识了一堆朋友 你想一想 他觉得太危险了 他说我还是离开暗闪吧 换个地方 哪怕说出去多两年 如果没事吧再回来也行 就想走 可是女朋友总办呢 必须忍痛割爱 否则小命不保 他就把这个林慧约出来 跟他说 说我要离开了 咱俩分手 这林慧就大惊就问他 就说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 你到底想出去干什么去 无论咋问他 说不是一二三 我那个 出钱我在这待不惯之类 说的东西都不好谱 最终他为了爱情 继续留在岸山 没错 他又跑了的话 我跟你说挣脱了 结果2月28号下午 17点多 他从健身房出来的时候 被20多个警察直接给他忍住 因为这小子特别有劲 二十多个一起呼 第二天 他被带到了扬州市看守所 就这么乱 2001年4月26日 尹肃林 周冰 蓝袖斌 周群 他们四个人 在扬州市西郊刑场 被执行将军 那个周群那女的 也给毙了 他们 顾兄杀了一个人 结果拿四条命去赔 直到这一刻呀 林子哥他的女朋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林子哥突然消失了 无影无踪 就从2月28号那天 那天下午突然就没了 问谁谁不知道 那么咱们估计 就是可能因为你晓得他在当地也是有些影响的 他认识那么多人 好多人都是接待他 是吧 案发之后呢 当地怕丢人 把这些消息全给押下来 所以说一点都没外泄 他都不知道 但是你想林慧他着急啊 到底去哪里这人 报警也没人管 所有人都当不存在 说好了不走的 咋突然就失踪了是吗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打听到林子哥 他有一个亲弟弟 在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 7月3号这天 4月26号毕点 这都7月3号了 这林慧 风尘铺铺的杀到南京之后 见到了那个弟弟 那小子给了他一封信 这封信是 林子哥在那个康复所 写给他的 给他一封信和一块银牌 就他获得的奖牌给了他 然后呢 又把真相告他了 如此这般 林慧听完当时都站立不住 天旋地转 失踪的男朋友 刑男 哎那个那个 建伟的唐一般都会这样是不是在那块啊 刑男 以后他就是这样 现在是谁钱这样刑男 竟然两次结婚 还是个杀人犯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所以说各位啊 这里就看到了很多人的背景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一门心思搞建美 是不是挺好 哎 只是努力了一个多月 就拿个辽宁店 那之前混动都在社会你混在干啥的 如果说他建美就获得这优秀的话 你看在当地混的不比你杀一个人给八万块钱 那八万块钱那还得和周比诚他俩分呢 一眼就四万 自己就通过一个月的努力就能啥 在安山成为名人 走错路了 非你等到他杀人再逃 走投无路也失落 才能给自己找到正确的方向 所以说这些事情告诉咱们很多年轻人 不是你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是运气不运气的问题 你规划好了方向 选择一条正确的路 比啥都想 是不是 完了真正的爱情出现 那出现啥呀 什么爱情啊 这不是爱情 这是爱情吗 你小子背后是个杀人犯 之前结过两次婚 有个女儿 你告诉灵魂了吗 你没告诉 这叫什么爱情 爱情两个人至 至少要知知己知彼的 对不对 要互相信任的 这全是这个东西 那灵魂是喜欢的 当他直到这个结我两次婚 还跟他在一起吗 直到是个杀人犯 还跟他在一起吗 是不是 这个过渔感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 这个渔感吧 就他常年在道里混的 玩黑道的人就这样 他就有这方面的预感 你别的方面的预感 他不行 但最后一次他没走 他如果真跑的话 脱了 白哥晚上好 怎么罪犯在逃亡生活开始 有好几个 倒是 开始腾达了 找到自己方向了呢 还有 我今天吧 本来想给你们讲王头玉了 今天群里面老大问说的讲啥 我是讲王头玉 可是在这开播之前没准明白 有些东西特别复杂 上一个版本我讲的不太好 这版本比较细一点 但是没准完 所以说改到那个下次了 那里面王头玉是 就是 你看这些人在那个犯罪的时候 哎呀 仓皇逃窜 谁擦 但是找一定落脚之后 踏踏实实肯干 一下就干起来 看到没有 这就是音乐突击 而且他健身的时候 跟我们说 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他觉得我这呼呼练 就让我忘记了恐惧 睡觉也睡得踏实 就使劲在那块练 啥也不行 别人不是啊 别人都有自己的烦起身上 去那会儿 练一两个小时就走了 对不对 或者练的时候满脑子只能想啥呢 他不是 他全力以赴就空虎练 一个月 拿下去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节目 能给很多人带来一定的启示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就包括以后 咱们再总结经验呢 说啥东西 其实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 他就这样 好多这种逃犯都是 在隐藏自己身份的时候 特别的刻苦 任劳任务 贼专业 特别专心 哎 对那个女朋友啥最好 有一个小子就是 那他咱那啥 长得还挺精神的 个儿发人不错 到那个工地打工去了 认识个老婆 那女的 以为捡了个宝 这老爷们长得挺精神的 是不是 人也踏实 然后呢就跟他在一起 对他可好 他对这女的也特别好 我跟你讲 如果他不是杀人犯的话 他会看不上这个女的 啥玩意呢 一个农村的 完了那啥啥没有 他看不上这种女的 但是他在那种情况下 他觉得这个女的就是个宝 哎呀 俩人出口号 我这老稳定啊 谁和谐啊 结果后来被抓住了之后了 一切 才那么合理 那女的才名为啥是这样 否则的话 他觉得真是捡了个宝 凭啥一个宝让你给捡了 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能让你给捡了 为啥呀 就是运气好吗 不是 这中间其实都是有合理的地方 我说是有合理的地方 对他们的地团 还有一个一个宝贝 那是有合理的地方 我说是有合理的地方 是有合理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